出生宝宝一个眯眼一个打哈欠 一拼一笑都是牵动着父母的心 静静地看着小宝宝的各种表情 爸爸妈妈的幸福感就油然而生 不少的父母就希望将婴儿这种自然纯真的表情定格瞬间 珍藏永远 今天的潮流解码我们就会看一看 这股在近年来走敲的婴儿血针热潮 以及摄影师如何应付不同个性的婴儿模特 被裹布包裹起来的新生宝宝沉沉睡去 摄影师帮她调整姿势准备拍摄 才刚出生三个多星期的黑里 在她第一次的拍摄体验中 表现得非常专业和乖巧 不到一会儿第一组照片就拍完了 摄影师准备帮她换上下一套服装 像这样的婴儿血针近五年来 在本地流行起来 不少父母希望通过镜头 记录下宝宝转瞬即逝的新生时光 你永远不会这么小 这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跟孩子们的交流 以后他们长大了 这个是你 我们以前有跟你拍过这种照片 让宝宝化身各种造型 入境的是摄影师梁心仪 梁心仪曾经是特殊儿童心理辅导员 三年前她放下全职工作 投入新生儿摄影 因为她太喜欢小孩了 对我来说 Newborn Photography是最吸引我了 因为我喜欢跟孩子们合作 对摄影非常有兴趣 但是我从来没有踏出那一步 去试试看对Newborn Photography 做一个职业 直到我的女儿出生的时候 她就鼓励我试试看实现梦想 跟这样一个人 一生中有一次婚礼一样 婴儿一生中有一次是那么小的 所以越来越多人 现在要保存这些回忆在照片里面 梁心仪建议宝宝在出生后的 28天内拍摄婴儿血针 因为这段期间 宝宝睡觉的时间比较多 拍摄出来蒙眼沉睡的模样 唯美自然 拍摄前 父母只要确保宝宝吃饱喝足 剩下的就都交给摄影师处理 Newborn Photography有70%是了解婴儿 还有另外30%就是了解自己的机器 它需要摄影师有很多耐心 除了耐心 室内人像摄影的打灯特别重要 在拍摄宝宝时 摄影师会在灯光处 放上反光板来控制光线 避免把光直接打在宝宝脸上 但一般上 良心仪会选择在自然光充足的地方拍摄 至于造型和场景如何打造 靠的则是服饰和道具 良心仪的道具箱里就有发带 毛衣 针毡羊毛玩具 木床和毛毯等 这些服饰道具的材质尤其重要 以避免扎刺到宝宝的皮肤 在服饰当中 裹布用的最多 为了制造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蜷缩状态 摄影师会用裹布将它们裹起来 制造安全感 拍摄新生宝宝的时间不能太长 一般为两到三个小时 建中还必须要应对宝宝的各种情绪与状况 如要喝奶 换尿布或哭闹等 一般得安抚宝宝到他睡着 才能继续拍摄工作 无论我准备多少 每个婴儿是不同的 有时他们的行为可能是很难预测的 比如来说有一次我有一个婴儿 他在我的手里睡得很舒服 但是那时候我放他下去 他就会大哭起来 我只有五秒的时间拍他的照片 过去三年来 梁信仪拍摄过150个婴儿 对他而言 每个婴儿都是一个故事 而每个故事都很难忘 梁信仪拍摄的宝宝照片纯朴经典 一张张的照片 有着新生命带来的喜悦 充满着想象和希望 这些小宝宝的照片真的是很可爱 瞬间就让人融化了 疫情期间不少想为婴儿 或者小孩拍写真的父母 不放心带孩子外出拍摄 于是尝试自己在家中 自己动手捕捉孩子珍贵的画面 虽然画质少了专业婴儿摄影师的 美术的艺术美感 但是却多了一份自然清新 过程也是轻松自在 四个半月大的双胞胎姐妹 Penelope和Olivia 一大早就换上了漂亮的衣服 在客厅和妈妈玩耍 眼睛还不时地盯着门口看 似乎在等着谁的到来 原来他们等待的是妈妈的朋友 思敏阿姨和她的儿子 丽阳小哥哥 今天他们是来帮助双胞胎 拍家庭版的婴儿艺术照 双胞胎的妈妈梁家莹 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她希望能将孩子们 纯真可爱的一面 通过专业摄影捕捉下来 但疫情当前 让她不敢随意将宝宝 带出门到相馆拍摄 机缘巧合下 她在一个妈妈群组里 认识了喜爱宝宝摄影的何思敏 并邀请她帮忙 为双胞胎拍照 因为她平常会放她 拍完的照去Facebook 我看了 我觉得很漂亮 我就大大地问她 你可以帮我拍吗 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 变毒 疫情 我们真的不方便出去 然后第二个是 因为他们是雙人 带他们出去是很麻烦的 一个哭 一个闹 一个要睡觉 一个要挽尿片 我觉得蛮费力的 第三就是我觉得在家 什么时候拍也可以 蛮方便 就是每一国来跟我的楼天 他们宝宝心情好了 我们就拍几张 心情不好了 就收拾一下 比较Facebook 由于和思敏小儿子 和梁佳莹的双胞胎年龄相近 他们喜欢让孩子们一起拍摄 之前就一起拍摄了几组照片 比如国庆节主题 和俊男美女主题等 非常可爱 他们于是决定继续尝试 不同的主题拍摄 今天要拍的是细水照片 担心孩子着凉 何思敏抓紧时间捕捉镜头 何思敏是全职妈妈 育有三个孩子 她的摄影爱好 是从怀上大儿子开始的 大概七年前 当我第一期怀孕的时候 我在想要怎么好好的准备 给我的宝宝拍照呢 但是那个时候 智能手机跟专业的照相机 有一些差距 但是我也不是很懂操作 那些专业的照相机 然后我就问我的朋友 如果我想要拍宝宝的 但是后面有一种 朦胧的感觉的照片 有一些美感的 他就推荐我买一台定招的镜头 宝宝刚出生的时候 其实你觉得 所有东西都是很宝贵 就是好像他小小的手脚 他的脸 就很想记录下来 然后他们每天 也有不一样的变化 白色毛毯 木箱子 和一系列的服装眼镜 都是何思敏喜欢用的拍摄道具 但他觉得 光着上身的宝宝 有着生命之初的美 在家拍摄最大的好处是 拍摄时间比较没有太大的限制 多数是看宝宝的状况 比如宝宝累了 饿了 还是不想拍了 他可以随时暂停 在最熟悉的家中 跟小哥哥玩闹 轻松自在 在欢乐生中 摄影师更能够捕捉孩子 最真实的一面 尽管没有专业摄像馆的 设备或技术 但拍摄过程中的笑声和愉悦 以及珍贵的童年友情 相信也将定格在孩子心中 感谢观看